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 也是我从上学到创业 在海淀待的第六个年头 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先来得空 今天我去三山五园赚了一圈 香山公园的红叶和我在书里看得一样 周边的一家 现代化的地铁 整洁的道路 别致的民居 真让人赏心悦目 香山革命纪念馆里成立的文物 让我与那段激荡人心的光辉岁月 亲密接触 最近我发现小区附近 菜品更干净更丰富了 还开了便利店书店 生活环境比前几年好很多 也很方便 晨跑打卡一百天 身体和心情都在变好 在树印下慢跑 空气里都能闻到泥土的清香 真好 那天正巧在放学时间路过一所小学 看着学生们冲出校门 我突然想到了小时候奶奶 都会在校门外的老位置接我回家 不游的有点响吧 记得我大学快毕业那会儿 我收到了录用通知书 激动地在街上手舞足蹈 我把喜讯告诉奶奶 很乐的跟小孩一样 海淀的高新技术论坛让我大开眼界 不仅了解了最新鲜的知识 还接触到很多高科技领域的成功人士 在做大量准备工作后 我向工作了四百多天的单位 递交了辞职申请 走向创业之路 都说创业过程艰险 但有一帮支持我的亲人和好友 我心里很踏实 春节马上就要到了 我要陪在奶奶身边 一起迎接首年 随着京张高铁的开通 我回家变得更容易 想到奶奶一定做好了 我小时候最爱吃的红烧肉 我幸福极了 奶奶 我回来了